Hello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专件 我是爱你们的米麦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部披着科幻外衣的心理学电影 乔纳森 他讲述了两个性格迥异的兄弟 亦是在同一个体内共生的故事 当然也完全可以拿他当人格分裂的近情片来看 全程以哥哥的视角来讲述这一切 弟弟从来只是出现在摄像机里 平铺直续下没有什么波澜的日常生活 确实让人有些难以接受 跟故事的设定和悬疑也让人眼前一亮 一起看看吧 乔纳森正在用摄像机 录制下刚刚经历的一天 工作很好 新来的女同事也许喜欢自己 昨天帮助邻居老奶奶买东西了 脸乡里放着做好的食物 他想知道为什么最近会觉得有点累 这似乎不是乔纳森给自己记录的生活 第二天早上七点 乔纳森准时起床观看摄像机里的内容 是和乔纳森长得一模一样 性格却完全不同的人 他的弟弟约翰 他们从小就因为白天到黑夜不间断地哭喊 被母亲遗弃 医学博士收养了他们 并找出了问题所在 两个意识共享同一个身体 于是博士在他们的耳后 植入了神经分离器 能够让两个意识 一早晚七点为戒 平分一天的时间 在约法恩账下 两个人有趣的生活 成熟正经的哥哥乔纳森 在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活动 放荡不羁的弟弟约翰 则拥有晚上七点到早上七点的时间 听起来似乎对约翰有点不公平 出去试教的时间 真正属于他的大概只有五六个小时 所以他只能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兼职 而乔纳森却可以拥有一份 正式且体面的建筑设计师工作 他们每天都会用摄像机 记录下自己时间段的生活 供对方查看 以防暴露他们共享一个身体的秘密 这一天乔纳森在工作上 得到了老板的赏识 想将他调取一个大项目 这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时间 乔纳森很想让自己的事业 更上一层楼 但是他所拥有的时间段 不允许他这么做 准确的切换时间是他们之间必须遵循的法则 这一天乔纳森正在洗衣服的空档 学着法语 突然在约翰的衣服口袋里 发现了一张酒吧的餐巾纸 而约翰并没有在前一天的录像中 提到他去酒吧这件事 这无疑是违反了他们之间的约定 乔纳森试探性的问约翰这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约翰竟然生气了 说自己没必要什么小事都和他报备 乔纳森只能自己去酒吧调查 没想到竟然意外得知了自己有个女朋友 原来约翰每天晚上那么晚回家 都是因为他在偷偷谈恋爱 这着实气疯了乔纳森 不能有女朋友是他们之间的约定 他们必须对彼此负责 于是他雇了一个私家侦探调查跟踪约翰 得到了约翰女朋友伊莲的信息 他逼迫约翰跟伊莲分手 否则就告诉他他们俩共享一个身体的秘密 约翰只能统一 没想到第二天 伊莲竟然在白天找到了他们的家 乔纳森主动告诉了伊莲真相 约翰却选择了消失 他再次违反了约定 没有录制任何画面 四天过去了 乔纳森没有任何办法得到约翰的消息 只能去找博士 募劝他去习惯没有约翰的生活 但是他做不到 他请求伊莲录一段视频 帮助自己找回约翰 现在也许只有他能够做到 因为约翰深爱着他 也许会听他的劝 但是第二天摄像机里仍然什么都没有 乔纳森就这样一直唱着独小戏 终于某一天伊莲找上了门来 两个人也不知道为啥 就这样心安理得到勾搭上了 也许是出于愧疚 乔纳森想到了医生说的 尝试接受一个人生活 便没有在摄像机里留言 第二天十分担心 乔纳森的约翰终于露面了 他原谅了约翰 并为自己这么久的消失道歉 乔纳森看到录像后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赶紧去找伊莲 没想到两个人竟然愉快地滚起了床单 他不敢告诉约翰这件事 不过约翰最后还是知道了 并且奇迹败坏地冲到乔纳森的公司 把他东西也全砸了 还在他的桌子上写了个骗子 公司通过监控看到暴走的乔纳森 还以为他精神有问题 直接把他给辞退了 现在两兄弟都对彼此有十分大的怨气 约翰甚至极端地割腕 幸好被博士救了回来 他们现在绝对不能独居 于是他们搬去和博士一起住 但这仍然无法阻止想自杀的约翰 乔纳森总是在醒来的时候 莫名出现在各种奇怪的地方 比如桥底下 他只能用手铐把自己锁起来 以防约翰去做出什么傻事 某天他就突然开始在白天的时候 和约翰切换意识 约翰一直跑上天台试图自杀 乔纳森只能把自己靠起来阻止他 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次之后 乔纳森选择了拔出自己耳后的神经分离器 然后晕了过去 当他醒来后医生告诉他 这副身体已经无法支撑他们两个人了 他们之中有人会死 最终只有一个人能拥有这副身体 当约翰再次醒来后 他已经在出租车上了 司机告诉他说 自己要去一个全新的地方 兄弟俩的意识不停地在这一个身体里进行切换 最后只剩下一个意识存在这个身体里 而这个意识说自己是约翰 回到出租车上后 电台正在播放法语节目 车后坐的人让司机调大声点 而会法语的只有乔纳森 至于他为什么要说自己是约翰 我猜也许是他想要像约翰一样 过属于自己的自由生活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观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坚持自我哦 欢迎大家的频率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更加科幻电影 小期见啦